为家居户型妄文问切,为人居和谐,添专家瓦 大家好,我是一南天 自从推出户型妄文问切的提前分析活动 很多网友都发平面图来寄讯 这个网友发过来的户型图就比较典型了 我想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 这个户型图再一看还是很不错的 第一,户型方方正正,吹脚方面并不严重 符合天元地方的原酒 第二,南边的客厅、次卧和北边的客卧都有阳台 第二,西边的餐厅、客厅还有两个大窗户 采光性和通风性都相当的好 第三,除了东边这个路户门之外 在东北角还有一个安全门直通防火楼梯 遇到危急的情况马上就可以撤离、疏散 安全系数很高 第四,电梯和东边的路户门呈90度角 互为夫妻的一个呼应关系 这种方向的电梯不会对家具造成不良的影响 是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缺点方面 这个房子的缺点也是比较典型的 第一,路户之后一条长长的通道才到客厅 通道两边是卧室和书房 这种到客厅必须经过卧室的护行 好不好呢? 答案是不好的 因为家里来客人时都要从卧室的门口经过 而卧室是休息的场所 也是私密的地方 客人从卧室门口经过 那么家中就没有私密性可言了 如果关着卧室的房门 那么空气不好 不关了,私密性不好 对吧 而且呢 买菜回家做饭 从门口找到房子的最尽头才是厨房 煞厨的动线太长了 第二 西北呢 维权代表男主人 而厨房呢 在西北 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火烧天门 不利益健康 特别是对消化系统啊 和心血管系统有负面的影响了 在九宫飞行中 这里的坐修呢 是五 向修呢 是二 五黄二黑同工啊 这也叫做五二交加必顺阻 所以呢 这个厨房的问题也是多多的 在装修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一个大功率的抽油烟机 保持厨房通气 干净 卫生 厨房呢 不要放置绿色的植物 因为呢 木可以生火 增加火性 如果厨房的面积比较大的话 还可以把冰箱直接放到厨房里 平衡厨房的火性 装修时呢 可以多用土黄的色系 比如说呀 可以用土黄色的地砖 和棕色咖啡色的橱柜等等 这样呢 也有利益平衡厨房的火性 第三 厕所太多 四个房间就有四个厕所 一 二 三 四 而这个家呢 只有两三个人住 四个厨房太多也不好 因为呢 厕所是排屋之所 家中呢 很容易会受到 污秽之势的干扰 在人居环境理论上呢 厕所是越小越好的 只不过呢 如果家里人比较多的话 增加一个呢 无可厚非 但是大大超过 使用的需要 就不太好了 建议呢 把不常用的厕所呢 改成杂物房间 远装搭配方面 客厅在西南 西南方向的预照时间比较长 气温呢 相对也比较高 可以用比较深色的窗帘 客厅不宜太个宽阔 都采用米色 土黄色和咖啡色为仪 主卧这边是在东南 东南呢 是预照最为正常的方向了 可以采用大面积的米白颜色 再搭配浅绿的色调 使人呢 变得聪明灵秀 如果按色调太多啊 就会显得压抑 不利读书 也不利于主人的健康 东南方向的卧室 历来都是最适合休息的 从窗外看出去呢 不要有高楼和主干道 也不宜看到高山 这个范围呢 一定要平静 适合明镜 致远 好的 这个户型图呢 就分析到这里 为家居户型 望闻问切 为人居和谐 天专家网 我是一老师 关注家居装修布局 请关注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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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